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内容 我们这节课主要来深入的 在学习一下这样一个EFiles 毕竟我们现在所学习的 那是EFiles的最接触的一种用法 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叫sys.py 好 我们在这个里面来编写我们新的代码 在讲知识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IDE的小技巧 这个小技巧在IDE里面 通常被称为sleeppat 这样的一个小功能 好 那么sleeppat这样的一个中文翻译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片段 好 我们来看一下sleeppat具体的一个功能演示 那么sleeppat 这个小功能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构建一些代码的片段 我们拿上节课我们所学习的EFiles 来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现在来键入这样的一个EF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提示框里面进行选择 比如说这里 if else 然后它标明了它是一个codesicpat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去了 好 整个的if else它的结构就出现了 不需要我们先打EF 然后再打冒好 再打EF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一些开发效率 好 那么这个小功能看似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无非就是帮我们烧打几次能 对不对 当你大量写代码的时候 还是很有用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技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我进入if else之后 这个condition这里 被蓝色的标记说高亮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写代码 而不需要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给删除掉 直接编写就是覆盖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个变量码code 好 这个时候就完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slip盘 编写一端代码速度有多快 我们首先先定义这样一个条件变量 我们把它复制成固而入去 好 现在我们要对A变量 做这样一个if else的判断 好 我们看一下if 然后选择这样一个stablepad回撤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删除condition 直接打A OK 完成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 如果你想写if里面的条件代码的时候 你呢是不需要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pass给删除掉的 怎么办呢 直接按type键 它就自动的切换到pass这里了 不需要删除 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 开始写代码 非常的快速 好 这个if里面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一次的 不需要用鼠标 直接用键盘type 就切换到下一个pass了 同样不需要删除这个pass 直接覆盖写 非常的快速 好 那么关于这个sleeppad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刚刚说的是 按type是可以切换到下一个代码的编写区域去的 那么倒回来啊 回到上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快捷键是safe的加type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大家可以下去做实际操作一下 好 下面呢 我补充两点 这个并不是只有if else有这个sleep pad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大量的经典的pass里面画的都有这样的sleep pad 比如说呢 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fall循环 它呢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sleep pad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呢 还有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这个类 也有sleep pad 好 甚至呢 我们的这个函数 也有sleep pad 而且呢 根据不同的函数定义呢 还有多个这样的一个sleep pad 比如说呢 这样一个静态类 你可以看到 都可以很快的帮你把这个基本结构呢 给定义出来 好 那么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 这个sleep pad呢 也不是这个vs code是独有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IDE 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 其实呢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sleep pad 它确实很好啊 但是呢 我呢 其实呢 基本上是不会使用这个的啊 原因在于什么呢 这个呢 可能是个人编码的一个习惯呢 有时候呢 我去重复的 去打这样的一些 很无聊的基本结构啊 依附什么ILD的时候啊 这个呢 其实呢 我是有益的去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写代码的时候呢 是需要有一个思考过程 我经常呢 会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去做一些思考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很少想到 要用这个sleep pad 但是呢 sleep pad呢 我们讲课呢 还是要给大家讲到啊 有些同学呢 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功能 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编码效率 特别是当你的这个项目比较大的时候啊 好 这个sleep pad呢 是一个小差距 我们呢 才是进入我们课程的主题 好 那么我们上节课 说了这样的一个 if else的基本的用法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啊 确实呢 只是一个基本的用法 我们呢 这节课呢 还要介绍一些 if else更灵活的一些用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 if和 else啊 并不是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啊 我们呢 是可以单独的来使用if 比如说呢 if一个场 我们先写一下 if一个处啊 好 可以吗 可以 if false的话呢 可以吗 也可以啊 这每一个if呢 是可以单独使用的啊 我们把下面这个就注释掉 它并不一定需要跟 else 配合 但是反过来呢 i else 可以单独来使用吗 就可以 i else 必须和 if 配对使用 好 这里呢 大家看到出现了一个pass 对不对 这个pass有什么用呢 我们先把下面这个给屏蔽了 把这个注释掉 这个pass在很多的编程语言里面啊 同时有一个概念啊 它呢叫做空语句 或者呢叫做这样的一个站位语句啊 它有什么作用呢 pass啊或者是说呢这个站位语句的作用就是来保持你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完整性 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if它是没有报错读的 虽然它有这个语法检测啊 但是呢它却没有报错 好 那么你现在运行代码呢 它呢是可以成功执行的啊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pass的话 这里出现了红色 红色呢其实呢就是一个错误 我们一抢啊 你的代码是不能够成功运行的 有时候我们在写一些代码的时候啊 比如说呢我们在写这个if的时候 OK 进入它这个条件分出了之后啊 我们没有想法这个代码怎么写 我们只能控制对不对 但是我们控制的话呢 你也不能说什么都不写啊 你需要用这样的一个空的语句pass 来把它给站位站住 这样的话呢 你的代码呢是不会报错的 否则的话呢 这个呢 没有pass能够是个错误的代码 好 不要小看这个pass呢 pass呢 如果你是真正的是在思考的写代码啊 那么这个pass呢 你肯定会很频繁的用到 关于这一点呢 我都说一下 讲给有基础的同学呢 来思考一下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和我们现实世界里面建房子一样啊 我们首先呢 需要把这个代码的股价啊 先把它给支撑起来 换句话说呢 如果我们具体到这样的一个 编写web服务的时候啊 我们通常会写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API接口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接口这个东西呢 它是只有名字没有实现的 它并不会写具体的代码 但是接口这个东西呢 它呢 却是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程序员 交互的一个标准啊 所以说我们必须先把它给定义下来 比如说呢 这个方法叫什么名字 这个路由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经常都会写一些空的代码 那么此时呢 这个Path就会频繁地出现 如果你写代码 那就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那我觉得这个Path啊 可能是真的很少会去使用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我们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我们把它恢复一下 上面这个门面把它给打开 好 那么我要说的是 下面的这两个if啊 它呢 是属于两个结构体啊 而不是一个结构体 上面的这个if else啊 它们呢 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啊 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两个if呢 是两个结构体 上面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呢 和我们后面所讲的这样一个变量的作用域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在很多语言里面呢 每一个变量呢 它都是有作用域这个概念 所以说你必须要知道 哪个变量是在哪个结构体里面 好 我们这只是简单提一下 变量作用域呢 我们后面呢 是会给大家讲到的 然后呢 我们呢 继续再来看一下 if else啊 除了上面的用法之外呢 还能这样用啊 嵌套就使用了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基本的结构给挡出来啊 假如说呢 我在这个if的里面啊 还可以啊 再一次的嵌套这样的关系啊 然后呢 else里面啊 同样呢 还可以继续再嵌套if else啊 好 借着这样一个结构 给大家讲一下 这样一个淡奶块的概念啊 我们把上面的用声给除湿掉 对于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if else啊 if这个条件分支以及else这个条件分支 它们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缩进控出来的这些代码呢 可以被撑住一个代码块 我们呢 用这样一个code1啊 code2 code3 这样的尾代码来表示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写一些尾代码 这样的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尾代码 尾代码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它不能够真正的去执行 它只能去表示一种思路啊 这个呢 就叫做尾代码 什么是代码块呢 code1 code2 code3 然后后面的code4 code5啊 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些code呢 会成为一个代码块 同样的else这个分支上面呢 它呢 也是可以给很多条代码 所组成的这样一个代码块 好 我们把它给打一下 我们说了 我们是基础语法 我们尽量的把这些基本概念 让大家能解释清楚啊 很多同学呢 可能顺其自然就知道这个代码 是怎么运行的 但是呢 却不太明白代码块的意义啊 好 那么代码块呢 有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拿c3 这个课里面来看一下 c3这个小秩序呢 我们很多时候 很自然的想到啊 这个代码呢 肯定呢 是从上到下 一行一行的 来执行的 对不对 这个呢是没有错的啊 至少呢 在5到12行这里啊 是一行一行执行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EF和IELTS EF和IELTS这里的时候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流程呢 就有可能被改变 对不对 按道理来讲 如果不考虑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面呢 EF执行完之后啊 主行的话呢 它将执行paint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这个流程改变了 如果EF为真的时候 才会执行paint 如果EF后面这个呢 是fors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执行paint 它会直接去执行Ls 好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那么代码块有一个最基本的作用 就是如果这个代码块里面的 每一行代码 如果呢 有一行被执行的话 那么呢 其他的呢 也会被执行 因为呢 同一个代码块里面的代码 是位于同级别的啊 好 有些同学可能会这么认为 他会说你这个代码块里面的代码呢 并不是全部都会执行啊 为什么呢 他可能会想到这里呢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假如说这个code 1啊 又是一个啊 会改变这样一个流程的条件语句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语句的话呢 这个code 1和code 2 确实呢 有可能不会被执行啊 但是我们说的是 这个code 1和code 2 它其实呢 又是另外的一个代码块 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一个代码块里面的 同一级别的代码 这一点大家是要知道的 所以说呢 从这样一个结构啊 我们也可以看 代码块呢 也是可以分成的啊 好 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有一种情况就是 同一个代码块里头 同级代码呢 它呢也可能啊 会改变流程 或者是改变顺序之行 比如说呢 在这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是有这样一个go to的 这个关键词啊 那么go to这个关键词出现之后呢 整个的这个流程 就会被改变 好 那么我们past里面 有没有go to这样一个关键词 来控制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没有 我记得第一次 接触这个go to的时候呢 我没有看书中的建议啊 但是呢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 特别不喜欢go to这样的一种流程 事实上来说的话呢 很多的书籍里面呢 也是不会推荐大家去使用go to的啊 因为呢 我们总是倾向于 去顺序的去阅读代码 而不愿意啊 随意的去调整流程 虽然我们说了if和else呢 它有可能改变于代码执行流程 但是呢 这个改变的强度 对代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程度呢 是比较小的啊 它只是一个分支 但是go to不一样 go to呢 它可以调整到任意面一行代码去 好 反正呢 我们拍子里面 也没有这样一个go to的关键字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也无许去忧虑 到底要不要使用它 好 其实呢 我这里呢 还想跟大家领外的说一下 我们编程里面 很多的思维啊 是可以用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来表示 好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是一段伪代码 它不能运行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 有时候呢 我们编程的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啊 你要能够无限级的往下去思考下去 这个呢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啊 希望大家呢 多写代码之后呢 就能起步到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的感觉啊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代码块的这个概念讲清楚了之后啊 上面的这个if和l字的用法 它的用法呢 就非常好理解了 这个其实呢 就相当于在ifl字啊 就外边的这个ifl字 它们呢 是属于一个代码块的 然后呢 在这个代码块的某一句代码上面呢 又有一个新的代码块 这两个呢 又是两个代码块 按照我们下面呢 这样的一个无限级往下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呢 大家呢 其实就可以知道的啊 这个if下面呢 还可以继续去签到ifl字啊 好 虽然呢 我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代码块 给大家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图案 但是呢 我的意思其实是说 我们要在思考上面 要用这样的一种无限往下走的这样一种形式来思考 但是呢 我不推荐大家呢 把代码写成这么多层级的啊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 我是非常反对 把代码签套太多级别的 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签套啊 会让你的这个代码的阅读感非常差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ifl字啊 集取成一个函数 这个呢 是最基本的一个解决方法啊 我经常看到很多同学写代码啊 会在这个ifl字啊 还有像switch啊 这样的一些结构分支型的 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控制代码里面呢 写上大量的业务逻辑 直接把所有的业务代码呢 组成一个代码块啊 平铺在这个ifl字啊 这个呢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性格 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面向过程啊 没有任何的封装思维的代码 这一点呢 是大家以后要注意的 提取成一个函数 让这个if下面呢 执行一行代码 或者是少数几行代码 具体的逻辑呢 把它封装到函数里面 这个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也差不多了啊 这节课的内容呢 非常的丰富 我们虽然呢 只是讲这个ifl字啊 但是我借助这样一个最简单的 条件控制语句呢 给大家扩展了很多的 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啊 那么这些知识呢 可能对于我们有基础的 开发者来说的话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 因为呢 我们代码写多了之后啊 很多时候呢 就形成的是一种定次的思维 但是程序的基本原理呢 这个呢 却不是很清楚啊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加深一下 Python 缩进 这样一个概念的连接 缩进呢 它可以决定一个代码块 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呢 同样的是一个缩进 对不对 那么呢 这个if else啊 它们呢 缩进是相同的 所以说它们呢 位于一个代码块上面的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pass 很明显 它和if呢 不在一个代码块上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缩进不同 if呢 只有一个缩进 但是呢 pass啊 有两个缩进 八个空格啊 好 那么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啊 都不是像我们Python这么有特色 它呢 需要国外的 用这样的一个花括号来决定代码块 好 用花括号来决定代码块 那在其他语言里面 拥有了花括号了之后 它要不要缩进啊 也有缩进 是不能这么写的 它还是要有缩进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pass呢 是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化的啊 我呢 只要缩进 来决定这样一个代码块 把这两个花括号呢 给简化掉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